好了, 劇情到這裏, 我加了少少BONUS 我在旁邊老豬吃完食物後 就不妨過來這裏, 有一間玩具店 我在門口看到顏色很搶眼, 進來拍下 我問一下小姑娘, 這個是個character, 叫做BellaBella 其實它有很多產品 小生啊, 這個是 我因為走過門口的時候, 看到這個有 有很大的公仔 我是以為, 是不是以為有珍珠奶茶呢 因為我問他有沒有東西吃 他說沒有, 只是買玩具 一路進去拍給大家看, 我不敢用高清鏡頭 高清鏡頭需要手定 我現在就用穩定模式 如果這些公仔, 你們會認識 我就是不認識 如果你想找一些另類的玩具 或者送給男女朋友的東西 可以考慮一下 它周圍都是鏡頭, 所以我需要用這些角度去拍 但你不要說, 其實它有客人 大家也有, 可能真的不是我那個年代 所以我只可以拍一拍給你看 那我們的原則, 又要是 不要拍到別人的樣子 又要拍到一些東西 就唯有是這樣的樣子 穿過了這條巷, 去到店舖的後半部分 後半部分又是一些 比較有趣的擺設 或是小... 壽色 其實有沒有一隻角色你認識的呢? 我們那個年代, 當然是Hello Kitty 大家一定說, 勾了, 勾了 每兩、三個星期 就會轉一轉一些東西 它說是Local藝術的創作 嗯 即是你自己弄一些鎖子 這個Mouse Pack真是... 可能適合是七仔 這裏是後門來的 我仍然不斷地走來走去 都想辦法拍多些東西 咦, 原來這是拍照的 不是, 這裏是拍貼紙相 我曾經有個時候 貼紙相是很流行的 這裏有些Custom的東西 讓你在這裏做少少... 做少少Custom 你才進去裏面那裏拍 那現在呢 就有些... 有些朋友在那裏排隊等 都會想到 他們都會想到 原來 某些地方 是我們未發掘過的 但裏面也會有一堆 朋友 可能透過不同的傳播媒體 Instagram 或者現在說的 Telegram 有自己的傳播方式 所以那些朋友在等拍照 不要騷擾他 署長,如果這裡要你選一件東西送給我 你會選什麼送給我? 我當然是送了門口這個公仔給你 你為何他的背面看不到? 挺開心 真的嗎? 節目到尾後,我也拍一拍這裡 世家寶村的韓燒,當年是每個星期到來的 高麗村 面前有一個35週年 SPECIAL 28元一位 大家自己看看細緻 看起來好像很划算 這個呼呼聲很大風 不過我也要記錄一下 這個就是在Walmart旁邊 就是Markham Road 和Steel 我們曾經航拍過火星月球 地盤 當時是打算做一個華人的商場 結果就荒廢了 現在竟然有機器又繼續開動 到底還是不是做華人商場呢 就不得而知了 看到 荒廢了很多年了 現在又再重新動工 我們今天 剛才為何會拍到那個 地盤呢 是因為我今天 要去Walmart 購買玻璃水 即是那些 好像有些不同 這間Walmart已經改動了 原本裡面那個位置 不同的 我們走過去再說吧 撤了一間房間 很大的房間 難道這條雪櫃也不是 有改動了 這間Walmart是建 Steel和Markham Road 他把一個藥房 洗頭水的東西都在這裏 裡面很久一直進去是那個 圓藝 圓藝打後前面 這裡又設了一個 Section 改動了 那不理了 我繼續找我的 玻璃水 以及購買引擎油 好啦 大家 對了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地盤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意見 知道它現在 動工是 整個project turn down了 我們蓋房子 還是蓋房子 老實說 現在 蓋實體店 已經是有困難 本身 本身 很多人網購 這裏 不是很多人 老實說 不是很多人 NG Noil 這裡可以看得清楚, 到底他們選擇了一個組織 這樣的間隔, 好奇怪 有些冷氣機減價, 原價649元的冷氣機 即是那些叫Portable冷氣機 Portable, 現在付300元 窗口機, 210元 裡面是醫療中心 讓我拿回車子, 繼續用我的鏡子轉開 原工正在收拾東西 說到賣雞油, 通常我盡量都會買Mobile One 好像這裡, 只給人買債奶而已, 24元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也不錯 現在的尺寸, 以前多數是4L為一瓶 現在通常是4.5-5L為一瓶 因為Ng Oil, 很多車的用量都多了 所以就方便大家一瓶過 那邊的朋友在收拾東西 所以我懶得拍攝這麼多 現在的防冰水都越來越貴 以前是9.99元 現在都要4元左右 這些是-40度 -45度 其實是很足夠的 當然, 如果你是需要很嚴峻的冬天的話 這個比較好 多倫多, 一般-35度都可以 我今天沒有任何減價 3.78元就買正價了 其實一個季節我都是用2瓶左右 拿了一堆防冰水 即是玻璃水 以及一些不同的Ng Oil 我的車應該是用5W20 但現在的車這麼老的話 可能只需要用稠一點的Oil 其實所謂的數碼 大家不需要那麼複雜 有兩條數加起來 總之數碼越大就越稠 冬天使用稠一點 夏天使用稠一點 因為其實溫度會比較高 所以它會稠一點 但對於我的老爺車來說 拿到花生油應該可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有時候這些車子 推很難推 我選行拉 我現在站在旁邊 拉著它走, 好像更好走 我現在去找回大小舍 而且一到秋天 你見到一些運動用品 就開始收起了 單車、滑板等 又會搬一些殘雪機出來 我們今天買的東西 大概200多元 加拿大的消費就是這樣 有雞油、玻璃水、營養奶 然後再花一點 那就買一些 維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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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不